由家里市政府工商出政会和青年事务委员会 共同合作的百岗建设以及青年两行论断 收听的华董今天最后的百政行华发展协会客棟 有40名的青年报名参加 新疆各位教绩人的副市长当会报告中参加 鼓励青年公平 就由尊重了解以及体验 让在地传统文化企业可以比经济人认识立保留 进入創造价值协助专行 轻松学习 轻盈共创 该市核实行刑事提供协会 其中百岗建设及青年两行论断 收听华董在美兰家百种生活发展协会启动 路上有含加于检查公司交流作业 检查华董在外设体验 向外有奉益印刷枪交流作业 外办印刷实质提验 各位教绩人的副市长当会报 以及市议员创文协会报告中 高岳青年公民就由尊重了解以及提验 将在地传统文化企业 能比较多人认识二保留 尽于創意价值协助专行 百岳建设 就是我们站在现在要来看未来 我们相信我们该去未来的发展 是在这些年轻朋友的身固定 总是他们要有什么样的专业 要有什么样的经验 要有什么样的力量 都要得到谢谢台台的经验传承 所以今天这个艺钢筑建设非常有意义 我们要有文化的传承 我们要有行动的实践 我们嘉义市政府欢迎所有年轻朋友 加入这个行列 近几年过程 行期一个青年欢迎一条 其中无欠看成功行销高兴的电缓 副市长有中央报告知 政府近年来 业绩的青年欢迎 青年两行论专业活动 就是希望未经人和中备 对各种变态观点去极当讨论 幸述一个对嘉义未来发展的环境 并就由参访传统商业的方式 让青年人实践体验 嘉义市的企业文化 彼此交流行法 分享经验并讨论 主交出问题的核心 凌资凌凌 也让各位青年 到辞公共事务 再回答做嘉义新气象 先行情人尊专业的市 蔡宏博德